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这一天 师徒四人来到了通天河的河边 这通天河啊 非常非常宽 宽得连悟空的火眼晶晶也看不见对岸 而河边呢 没有桥 也没有船 啊 这可怎么过河呀 眼看着天快黑了 他们只好在不远处的村庄借宿一晚 明天再想办法 师徒四人来到了一户人家 一进门就看见屋里有两个老人正哭得伤心 唐僧连忙上前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啊 通天河边有一座庙 这庙里有个灵感大王 他要求村民们必须每年给他献上一对小孩子 否则就要给村庄降下灾祸 今年啊 就轮到这户人家献上自己的儿女了 因此两位老人难过的每天以泪洗面 听完老人的话 八戒十分惊讶 这 这是什么大王啊 分明就是妖怪嘛 悟空已经气得眼睛直冒火了 我倒要看看这是何方妖怪 竟如此嚣张 第二天 悟空让老人把自己的儿女藏起来 他和八戒就变成这两个孩子的模样 坐在灵感大王庙的拱桌上 不一会儿 一阵阴风把门吹开了 一个妖怪大步走到桌前 只见他穿着金闪闪的盔甲 一把抓起小女孩就要往嘴里放 突然 他发现小女孩的鼻子竟然变成了猪鼻子 妖怪吓得赶紧松了手 八戒摔在桌上变回了原形 翻身叫道 妖怪 这样烙烛一爬 说着 八戒举起九尺钉耙打向妖怪 妖怪的盔甲顿时就掉在了地上 变成两片闪闪发亮的鱼鳞 那妖怪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 赶紧卷起一阵旋风 一下子飞出庙外 钻进通天河里逃跑了 这妖怪回到自己的地盘后 正为刚才没有抓到小孩子生气呢 这时 一个小妖怪上前说道 大王 听说那两个坏大王好事的家伙有位师傅 叫唐三藏 吃了他的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妖怪听完 高兴坏了 立马开始紧锣密鼓地安排捉唐僧的事情 当天夜里 那妖怪站在水面上 施起法术来 刹那间狂风大作 海上卷起一层一层的浪花 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 第二天 师徒四人都被冻醒了 出门一看 外面白茫茫一片 通天河的河水都冻成了冰 诶 有了这冰 不就可以过河了吗 于是师徒四人赶紧出发 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行走着 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走到了河中心 突然从脚下传来一声巨响 原本坚固的冰面 咔嚓一声 裂出了个大窟窿 唐僧来不及躲开 噗通一声就掉了下去 这时候妖怪在水底卷起一阵漩涡 趁乱抓走了唐僧 悟空知道师父被妖怪抓走后十分着急 但是他不擅长水下作战 只好让八戒和沙僧去引妖怪到水面上来 自己留在岸边埋伏 八戒拿着钉耙 来到妖怪的门前大喊大叫 那妖怪不知这是悟空的计策 抡起了一把铜锤就冲了出来 和八戒沙僧 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回合 这时八戒和沙僧使了个眼色 两人立即假装打输了逃跑 妖怪见了 赶紧急冲冲的追到水面上来 此时啊 悟空已经在岸边做好准备 那妖怪一出水 他就挥动金箍棒打了过去 嘴里大喊着 妖怪看招 两个人在水边撕打起来 妖怪被打得落花流水 慌忙钻进水中 悟空急得就喊起来 有种你出来 躲躲藏藏 算什么英雄好看 妖怪心想 哼 我就不出去 看你孙猴子能把我怎么样 悟空气得直跺脚 只好来到天上 寻求观音菩萨的帮助 菩萨一听 急忙提了一个紫竹篮 来到通天河边 他用一条长长的丝带 将竹篮放入河中 嘴里念起咒语 不一会儿 他将篮子提起来 哇 里面竟然有一条 闪闪发亮的金鱼 原来啊 这妖怪是菩萨养在莲花池里的一条小金鱼 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就悄悄地浮出水面 听菩萨念经 日子久了 居然修炼成了金鱼精 有一天趁着菩萨出门 他就偷偷下凡来到通天河 开始为非作歹起来 菩萨带着金鱼离开了 通天河又恢复了从前的平静与祥和 河里的好多动物们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 其中啊 有一只千年大白龟 他为了报答师徒四人的恩情 就驮着他们渡河 在过河时 大白龟拜托唐僧到达西天后 帮忙问一问佛祖 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炼成人的身体 唐僧啊 便一口答应了 随后 师徒四人渡过了通天河 就又继续上路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是皮皮小讲堂的时间哦 在今天的故事里 我们看到了 菩萨用一个小小的紫竹篮 就轻松地收服了金鱼精 那么小朋友们知道 紫竹是什么样子的吗 这紫竹啊 在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 就跟我们平常见到的绿色竹子 没什么两样 但是到了他大概一岁的时候 竹竿上就会出现紫色的斑点 慢慢的 他的全身就会变成紫黑色哦 所以啊 他又被人们叫做黑竹 或者墨竹 美丽的紫竹 不仅外观好看 还能用来制作 销 笛 胡琴 等等乐器呢 用紫竹做成的乐器啊 声音也格外的清脆 响亮哦 好了 打败了狡猾的金鱼精之后 西天取经的路上 又会有什么样的摩纳 等着师徒四人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哦 我们下集再见